而时代杂志则是公布了2020年百大风云人物 总统蔡英文入榜了 推荐人是美国参议员克鲁兹 不过蔡总统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荣耀 而是整个国家的荣誉 但说到了澳洲 则是有将近300头的领航金搁浅在沙洲 原因不明 其中至少已经有90头的鲸鱼 没有生命迹象 抢救现在是陷入了极大的困难 而台中工业区则是有越南籍移工聊天 却聊到便吵架 引起了路边的交警注意 一查才发现原来这一群人 八个通通都是失联移工 因此全数带回征讯 好 新闻首先马上就带您来看看 这一起车祸发生在今天苗栗的公管乡 出黄坑隧道当时两部机车 仪式是在行驶途中并排聊天 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那有个骑士就越骑越偏骑到了 跨越双黄线到对向去跟公车对撞 最后因为他卡进底盘 头部重疮 伤众不治 这好消息马上带您来关注 八旬老翁失踪七天 但是奇迹似的被巡获了 他是金门一位86岁的老人家 上周三出门之后就迟迟没有返家 家人非常的担心 因为这老人家有轻度失智 所以赶快报警斜巡 那调阅监视器发现这个老人是9月16号上午出门 他当时是从金沙站坐公车 最后是在碧山站下车 然后就要往东横的住家方向步行回家 可是画面拍到一半人就不见了 好那因为老人家年事已高 所以我们看看警方就出动了200个警力 军方也出动190人 那另外包括镇公所林务局 加起来的人数也超过了200人 大家一起展开地毯式的搜寻 但是因为连续找了五六天都没有什么消息 所以大家本来想说哇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好消息就在昨天传出哦 发现了在丰香林的山上 看到了老翁的鞋子跟零石 于是就在这个山区大规模的搜山 才找到这个老翁 那还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第一时间发现老翁他上衣是脱掉的 看起来很虚弱 而且还赶快逃水喝 不过幸好没有大碍 让大家松一口气 他就被查出 2013年期间接受了一家色情小吃店的性招待 他喝花酒 而且每个月都会跟这个业者收取交际费 换取免不要再查气 来包庇这个店家 那他后来就实随之位 甚至包括他买家具 买家电25万 老家要修缮费用20万 这些钱他全部都让小吃店的业者帮他出 因为贪得无厌最后被起诉 那同样也是在高雄 有一名警察是宝山总队的一个远警 叫吴俊清 他则是包庇毒销 走私毒品 然后甚至还献策 教毒销怎么样躲过查气 告诉毒销说 你可以冒用一些机优的公司来进口货柜 这样比较不会被查 那去年毒销还真的用这一招走私1500公斤的毒品要进来台湾 但是被检警开箱查获 不过这个警察吴俊清他不认罪被判刑12年 高雄突然发生了一起惊魂剂 副总统彭斯他的飞机突然发生了一点点的状况 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这个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搭乘空军二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飞机刚刚起飞 右方引擎被鸟击 还好成功降落 人机均安 但是人家都觉得说 空军一号就是川普搭的飞机 像是一个碉堡一样非常安全 那空军二号也有一样的安全吗 带您一起了解 黑衣人却不懂得爱惜羽毛 这一回酒后驾车被警察给抓了 这一位他是谁呢 他是前日本偶像团体 东京小子的成员山口打野 两年前他才因为强文女高中生被逮捕 那当时呢他引救退团 结果根本没有学到教训 昨天他又喝酒 然后呢骑重机上路 结果撞到前面的车子 那警方到场的时候 发现他的酒气非常浓厚 立刻将他逮捕 福斯汽车旗下的豪华超跑品牌 Bugati虽然要价上千万 但是去年只卖出82辆 业绩表现不佳 所以现在传出福斯打算要把Bugati卖掉 卖给克罗埃西亚的新创电动车厂 影次机1995大家有看过吗 现在居然真实的在世界上演了 好在印尼呢 有一名中国籍的囚犯 他走私冰毒被判死刑 并且被监禁 但是上周他成功越狱 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去凿那个牢房内的墙壁 然后连通下水道之后再逃出去 这个过程真的跟电影情节一样 要吃海鲜 大部分的人都会往海边走 海港走 但是呢 有些掏客会往实定的山上去 在这里就有一间海鲜餐厅 都是现捞从海港直送的深海鱼 每天都是高棚满座 老板就说 他就是要逆向思考出奇制胜 希望用这一招吸引其他的客人 到山上吃他的海产 开放1500个 所以10月22号晚间6点 就会公布抽签结果 有兴趣要记得提早去报名 那再来要看看 最近小麦色肌肤越来越夯 但是民众在使用日晒机的时候 发现怎么有人把手表 遗留在这个健身房的房间里呢 仔细看才发现 这上面是装有针孔摄影机的手表 被偷拍了 台北市一间明星国小的校长 爆出不伦练 对象疑似就是自己小孩同学的家长 两个人被拍到高调到国内外旅游 还从摩铁一起开车离开 蔡英文登上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封面 他被获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大人物之一 更传出今年度的APEC大会 他可能亲自出马 连线周凯 我们可以看 影片在历经疫情延挡之后 现在赶在中秋连假 要在台湾上映了 领衔的是成龙 他跟着剧组远赴全球各地取景拍摄 从伦敦到杜拜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希望可以带领民众在无法出国的情况下 透过大一幕环游世界 而且这喜剧片也全面进化 甚至还有到航空母舰上头来取景 要让影迷感受深历其境 却在北欧国家有合法的猎杀鲸鱼活动 但也导致全球鲸鱼数量大减 冰岛从30年前决定转型 发展赏金船事业 当地有个小渔村胡萨维克 因此打出名号 成了欧洲赏金之都 在北欧洲赏金之都 在北欧洲赏金之都